即將開學 金山區公所會讓大小朋友在開學前 能夠提前收收心規劃了收心操的活動 那麼今年特別設計了兩場次不同的親殖教育內容 就是要大小朋友一起來參加DIY 那麼第二場次的這個講座呢 應用多元梅材製作十二卷小盆栽 超避震的呈現彷彿做出一盆真實的綠色植物 栩栩如生相當趣味 暑假接近尾聲 金山區公所特別舉辦了親殖教育講座 讓大小朋友一起面對即將到來的開學日 提前來收收心 今年特別規劃了兩場次不同的親殖教育內容 都是要大手吸小手一起進行DIY的活動 而第二場次的講座 由剪刀石頭布首串工坊徐宜欣老師 來教大小朋友應用多元梅材 製作十二卷小盆栽 超避震的呈現彷彿做出一盆真實的綠色植物 栩栩如生相當趣味 今天的手作主題是多肉黏土的十二支卷 那它是用黏土跟多梅材下去結合的一個盆栽作品 它不需要澆水 可以永遠長這個樣子 那對於就是我的親子會有什麼樣的幫助 因為有的東西會比較有難度的 那我們會設計一些小東西 讓小孩子可以自己自行的黏著 那有一些比較像鐵絲啊 必須大人協助把它彎曲啊什麼的 然後我們的大媽媽甚至阿嬤爸爸可以協助小朋友一起完成這個盆栽 而進而達到我們親子互動的效果 植物十二卷是可愛的多肉植物 手作老師應用黏土加上彩繪的方式呈現 小朋友去觀察植物的樣貌自己動鎖捏素 做出錐形胖胖的底部與細細的頂端 一根一根完成像極的多肉十二卷 也因為黏土的操作需要一點技巧 透過大手小手協力完成為親子的感情升文 今天是主要的材料是用黏土的方式 那我想爸爸媽媽帶著孩子在這個製作的過程中 可以看孩子去發揮創意 那主要我們還是跟著老師 那用引導的方式 也不一定要局限說用一定的規範去製作 那也不要害怕在做的過程中 有發生什麼錯誤或者是不對的地方 其實在製作過程中也可以去觀察孩子 他是比較細膩還是說比較豪放的做法 那也許我們在以後教育上面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針對孩子的個性特性 來做一些調整 透過暑期尾聲的親子講座 警察區公所除了要為孩子開學前收收心 更希望能夠讓親子帶回滿滿的回憶與成就感 此外 經由DIY活動的互動能夠激發孩子的創造力 父母也可以藉此觀察孩子的學習特質 為孩子未來的教育方針 適性規劃大加分 寂教平函 金山採訪報導